海米台风最新的预报路径又在更往西折 靠近台湾 气象署预估了周三的深夜一直到周四的上半天 台风会相当接近北部的陆地 不排除有登陆的可能 最快将会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发布海景 预估明天的下午到入夜不排除会发布陆景 而气象署也预测了暴风圈清洗北部的几率 其实相当高 普遍都超过90% 因此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根据气象署周一最新预报模式 路径又在更往西折 靠近台湾 目前朝着北北西方向接近台湾东南方海面 预估周一晚间就会增强为中台 周二转西北方向朝北部近海靠近 周三深夜到周四上半天 凯米台风相当接近北部陆地 不排除会有登陆的可能 气象署最快在周一深夜到周二清晨发布海景 预估周二下午到入夜发布陆景 目前的路径上来看 已经相当接近西北海的路径了 定义主要是从台湾的彭家雨到基隆之间通过 就是非常接近北海岸的路径 无论它是走彭家雨到基隆北海岸通过 或是在临近的海域或临近的陆地通过 其实对台湾的影响都是差不多的 以西半部跟东北部 所以风雨都还是相当大的 摊开凯米台风120小时 暴风清洗几率以基隆市最高有98% 另外包含宜兰县跟双北市桃源连江新竹都有超过九成的几率 是否停班停课得由各县市政府评估 气象专家林德恩更发出日本气象厅周一预测路径 显示凯米台风中心将会登陆台湾 跟市井台风在北上过程中将引进南海大范围的西南风 使中南部地区带来严重的累计降雨 礼拜三礼拜四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北部跟东半部尤其宜兰跟花莲 风雨会逐渐的增强 下半天开始随着台风更加接近 包括了在中南部的风雨 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 到了礼拜四台风还是在台湾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西半部的雨势跟风力还是相当的大 随着台米台风脚步逼近 周二开始沿海风浪就会增大 尤其周三周四更要慎防强风好雨 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 这是综合报道 说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台东往返蓝雨以及绿岛的船班 在明后两天是全数停航的 业者在今天增搬输运 预计共开八艘船班 来输运上千名旅客 不少旅客表示提前结束行程 上午浪筐已经开始不加 差一点晕船呕吐 另外在台东复岗渔港的渔民也夹紧了脚步 一大早大家协力用绳索加固渔船 避免船体碰撞 稍微往前一 知道吗 谢谢 绿岛南辽于港口挤满旅客 大家提着大包小包等待上船 旅客们小跑步往前移动 怕的就是搭不到船 今天浪框怎么样 今天浪框还算可以 可是下午就会变得很差 船很晃 很晃喔 还好 没有住牢 台米台风阵步步逼近 台东往返蓝雨绿岛的船班 在23 24号两天全数停航 业者赶紧在前一天征搬输运 预计共有八艘船班输运上千名旅客 从蓝雨绿岛返回台湾本岛 同一时间台东富岗渔港的渔民们 也加紧脚步 先将渔船转向接着固定 防止船体碰撞受损 船头要转向 才不会造成渔船碰坏掉 开始海流 海上渐渐不好了 快点做防海准备防处好 另外金融市府也同样绷紧神经 尤其适逢大潮 在市中心的抽水系统 已经严加戒备 金融港区码头也有作业人员 在旁观测水位 面对来势汹汹的凯米 全员总动员要把灾害降到最低 继而台东基隆综合报道 台南在昨天下午下起了大雷雨 民众直呼这狂风暴雨 就好像是台风天来袭 不少台南的民众 还收到了国家级警报通知 这雨下的猛烈 不但车道变成了河道 因为雨水来不及宣泄 水还整个淹进了鞋垫 导致不少鞋子泡在水里 变加无奈求助无门 外头环境暴雨 民众夺在雾内不敢踏出家门 台南21号下午撒起大雷雨 民众惊声尖叫 长风把机车吹倒 直呼这是台风来袭吗 台南多条的道路 出现积淹水的情况 路过人车像是在水上行舟 溅起大量的雪花 雨来得又急又快 排水沟根本来不及宣泄 车道变河道 机车骑士 不敢冒险通行 干脆下车用签的 水沟盖喷出大量的水 把民众都给吓坏 另外还有人举办宴会 结果大雨狂下 变成名副其实的流水席 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带来剧烈的雨势 气象处观测 从21号凌晨截至到下午5点半 最大是雨量为新市99毫米 归人80毫米 山上驱78.5毫米 部分地区的民众还收到 国家级警报的通知 还有鞋地泡在水里 另外镜头转到屏东东港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的影响 屏东东港镇再度出现 海水蔓延道路的情况 民众要最臭伤 还得涉水通行 水淹最高一度达到 民众的小腿肚 大潮雷袭加上台风凯米逼近 东流县三间船公司也宣布 24号25号两天全日停驶 26号会是海巷状况 再公告 也请旅客要多加留意资讯 才不会白跑一趟 接下来 广播期舒适委 在台南屏东的采访报道 高路上金魂来看到 有驾驶日前 行经国道1号南下高科路段时 撞上了一台10公斤的直立式洗衣机 疑似是物流公司的司机 不慎掉落的货品 现在警方会调阅监视器 联络车主并进行举发 另外人物区则是有歧视 疑似为了闪避水洼 跟其他驾驶爆发冲突 驾驶行经国道 突然间前方出现不迷义务 来不及刹车当场撞上 而这猛力一撞 驾驶简直下耍 赶紧将车停扣路肩 整个直箱卡进黑车车头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台10公斤的直立式洗衣机 低点在国道1号南下324公里处 20号深夜11点多 一次物流公司司机掉落货品 导致后方驾驶不慎撞上 为将货品捆绑牢固 导致掉落最高可处18000元 另外鸟松区则有一起行车纠纷 其实一次为了闪避水洼靠边骑 但却引来后方驾驶不满 指控对方按喇叭还涉嫌闭车 就怕发生碰撞 其实也会按喇叭 这一案竟然点燃对方怒火 下一个路段双方直接爆发冲突 事后骑士也吓得急忙报警 为该画面无录音 且当下并无网传片段 带女骑士齐去稳定表示站不提高 随后未留资料及自行离去 事发在21号傍晚5点多 高雄鸟松区松医路 尽管行车记录器没有声音 不过警方表示 驾驶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倒家条例 最高可处超过4万元 明早开车上路 还是别因为一时冲动 伤了自己荷包 也高雄最后报道